根据卫生署资料统计 国内每年有2万名民众送到医院前 心脏已停止 而在救护车上使用AED 俗称傻瓜电击器 紧急采取心脏电击 有机会让心脏恢复规律跳动 救活率从不到1% 提升到5% 由此可见AED的重要性 猝死的病人 他发生的原因最常见的就是 几率不整 也就是所谓的心脏颤动 所以我们必须在最早的时间内 让这些病患能够接受到 电击这样子的医疗服务 接下来请救护人员 示范正确的CPR 心肺腹俗数和AED的使用方法 急救的步骤就是叫叫CABD 第一个叫就是叫病人 大声的呼唤拍打他 看他有没有意识的反应 小姐插紧 顶空医师起呼吸 小姐没有医师没有实在呼吸 开始求救 19我这里需要急救 请帮我们被AED 接下来就是进行胸部按压 也就是所谓的C 解开病人的衣服 找到两乳连线的终点 两个手掌跟胶叠 用力的往下压 每分钟100下 深度大概是5公分 这就是C 接下来是A 压额头脱下巴 轻压病人的额头脱高他的下巴 然后打开他的呼吸道 这就是A 捏住病人的鼻子 把你的嘴接上去 吹两口气 每次一秒钟直到胸部有起伏 这就是所谓的B 最后呢 当电极器来的时候 我们就进行所谓的D Defibrillation 那你的动作是打开开关 这个机器通常有一个数字 一个是一打开开关 将电极片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 贴片有两个 一个在病人胸部的右上方 一个在左下方 然后把插头插上去 将电极片的插头插入闪根 三旁的插孔内 正在分析病人心律 不要动作病人 分析完以后呢 如果这个病人需要电极的话 他就会闪灯告诉你需要电极 准备电极 离开电极 把这个电极扭按下去 就完成了D的步骤 没有办法进行人工呼吸 打开呼吸道的动作化 其实也没有关系 只要记得进行不间断的胸部按压 然后找起电极就可以了 警济教教CABD的原则 善用AED 就有机会在紧急时刻 救人移民 伸аче的应用 监控码 队同行 也有这些